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國好聲音選手唱跳到一半 導師潘瑋柏轉身了 仔細看潘瑋柏的雙手明明就放在大腿上 椅子卻自動轉過去 他還似乎喊了一句What 影片引起渲染大波 網友怒批根本黑箱操作被轉身 就連第一屆學員都跳出來爆料 說誰能當節目冠軍都是看利益關係 而且學員背景都是假的 曾經參戰中國好聲音的台灣歌手徐衛翔 當年參加節目後身心整個垮掉 還罹患憂鬱症 種種真意下有中國電台開出第一槍 長春先鋒1063廣播電台宣布 永遠不跟中國好聲音合作 這支好聲音東北賽區指定合作媒體 被形容是第一片落下的雪花 抵制聲浪沸沸揚揚 但最新一集收視率居然還是冠軍 對此不少網友氣憤表示 沒想到中國好聲音收視率 全國未是收視率第一 電視觀眾不上網的嗎 到底是誰在看 現在中國微博上有許多網友 開始向好聲音的贊助商喊話 要各大品牌趕快設資 爭議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人人都想知道 這麼火紅的節目 到底還藏了多少屏幕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